好了,不记得了,有没有多谢贝勒格格 多谢你的支持 不好意思,如果不记得了,说一句很抱歉 可能说了也可能不记得了 现在说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一下 蕭若元说他没有社会地位的刘莲雄先生 他现在在《苏富比》拍摄他的珍藏绝品手袋 那个手袋的拍卖 我根据《苏富比》网站的中文说一说 中文写拍卖所得的收益将会捐出慈善用途 但是他在英文就不是说全部的收益都会捐出慈善用途 究竟以中文还是英文作准我不知道 我相信刘莲雄先生也是很阔却的 他根本就应该将那些收益全部都捐出 英文是这样写的 就是《part of the sale proceeds from this auction will be donated to charity》 就是一部分而已 不是全部 但是我相信大楼应该会用中文作准的 就是《本拍卖所得收益将捐出慈善用途》 他是有展览的 今天如果你想去看 还可以看 你可以去《苏富比》的网站 其实已经迟了 提醒大家 因为他早几天都有展览 展览 展览在哪里呢? 就是在《One Pacific Place》 《One Pacific Place》 大家可以知道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地方 他就在五楼 但是你要去《苏富比》那里 《RSVP》才行 他的手袋当然很漂亮 这些都是Airman手袋 还有一个主要是Airman 接着他有一个是Chanel Joseph Lau先生当然是有写必有得 我觉得很轻易地说一个人 没有社会地位 其实就不行 尤其是有钱人 他要弄出社会地位 很容易 他不要部分的钱 他的社会地位 就会立即抢起 其实这个情况下 对所有有钱人都是 这个《珍藏绝品》手袋 是会分两个部分去拍卖 现在在拍卖的就是第一部分 我也看过也挺漂亮的 他在网上拍卖的 那个拍卖就由1月30日开始 到2月9日 他说的时间 应该和结束应该是早上10点 他存了手袋当然很久 就是这个刘莲彤先生 他那些手袋有些很罕有 如果你喜欢手袋的人 可以去看一看 你不必行不行 你可以不必行 最便宜的那个 我看到是几万元的 起跳是几万元 八万元一个 你说会不会被金笔用过 应该不买的 应该去存的 这些他买来 就是大楼他买来存的 还有现在 他说得明 中文写着 日本拍卖所得收益 就会捐出做慈善用 这个我是为大楼股掌 他跟中文的去做的话 不是捐部分 是捐全部 就算大部分 我都为大楼拍奖 其实就 拖得车问我 李嘉欣有没有用些包包 那我怎么知道 你要问大楼才知道 其实大楼就不会送个包包给别人 接着就 收饭 我不觉得他是 被女伴带完 那些 首饰要收回那些人 好老实说 他出了名字是阔老的 这个大楼先生 对于他的女伴 就是 对于他 他的女伴来说 是最阔老的人 在香港是 那你说 呃 是不是 呃 就是有些是 女荔军用过 同款的女荔军是用过的 就是 你看看照片是有的 是同款而已 但是 我相信不是女荔军用过的 就是他曾经用过 同款也有 那 有些 有些手袋当然是 估值都是七十多万港币 其实都很贵的 那 那 哈哈 有网民是怎么猜猜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个猜猜一定是假的 猜猜就是 呂立军财困 就向大楼求助的时候 就卖这些手袋给大楼 大楼不想 留这些手袋才拍卖 其实 大楼说了 他自己 不会追回 他送给呂立军的 就是Airman手袋 只是 我认为 同款而已 我认为 拍卖所得 收益是捐给慈善 所以 好东西 是不是 但是 你要看一下 其实他有一些手袋 是很便宜的 一万多元也有 其实 不过很小 严格来说 不是手袋 只是夹在架底 那些 如果你是 是Airman的粉丝 你是可以去看的 不过 你自己去看看 去苏富比 那里 我不会给大家网指 因为 说真的 没什么意思 除非 你是想做慈善的 你可以去做一下这些东西 哈哈 哈哈 大楼其实 真是厉害 这次 他股价这批东西 是 1631万 如果 全捐出来 就是慈善用途 全捐出来 其实 我也觉得是好事 但是 就是你说 他有没有算盘 喏 这个 你去 就是想人衰的 不是不行 我告诉你 就是想人衰的方法是什么呢 喏 我们知道朋友是怎么做的 就是要炒起一些 藝術品 他们怎么做的 他们就是 就是 适当的时候 就是要炒起一些藝術品 他就会捐一两件藝術品出来 我说我们的朋友是怎么做的 其实到最后是自己肥的 为什么自己肥呢 他拿一些藝術品出来拍买 他做到那个价格 那同一个 艺术家做的那些 艺术品的价钱 就会上升 其实就是 这些是有得做的 其实就是 你说大樓是不是这样做 我就不认为大樓是这样做 当然 就是有些 人就猜测 他还有很多 他的collection里面 那么如果你 慈善拍卖 就是那个市值 因为那个市价是要靠拍卖定出来的 很多都 一定到那个价格 他其他那些 就是存在那些东西 就是那些东西 就是升水 那么 大樓就不用做这些东西 就是很老实说 就是我认为 刘先生不需要做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是什么人做的呢 这些东西 通常都是那些 就是 不是真的很有钱的人 他们 就是会 薄薄一样东西 就是 要捧起一两个那些艺术家 要在那个艺术家身上 就剁够钱出来的那些 就是其实是 从来都是有人这样做的 在内地都是有人这样做的 他拍卖很昂貴 然后其实他自己有几幅一样的 或者类似的话 之后再拿出来 其实 这个 就是艺术品圈 或者收藏界 他很多时候都是有这些东西 那么 一般人进这个收藏圈子 很多都是要交学费 其实就是 那么 Tricia就说 那个网站在哪里 他说他很喜欢手袋 那么 在Sophobies 你去Sophobies 你可以找得到的 他这个拍卖 是 在香港现在做的 你都可以去拍卖 你都可以去买的 可以必的 因为他有不同的 那么他就在 Softobies.com 你可以找 这一部分 The Art of Collecting Handbags The Visionary Collection of Joseph Lau 他中文就叫做收藏之道 流亂熊 珍藏绝品 手袋 括弧 第一部分 这是部分 第二部分 可能还有一些更好 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喜欢收藏的 可以去看 要看实物 就是在One Pacific Place 这个 在 香港的 但是 都是要去Sophobie 那里 Rsvp 才行 还有7天 现在 有些包包都 拔到 十一二万 不是很贵 有一个 我现在看到 八万多 不过 那个八万多 那个 就好像皮带哥 那样 就是有个大 H字 皮带哥 大家都知道 哪个 就是恆大 恆大 不是恆大 是说错了 恆大 那个 皮带哥 很大 H字 那 你也看看 有不同顏色的 有个 三万八 也值得玩 那个 Violet Shiny Porosis Crocodile Eggie Clutch 25 Palladium Hardware 2015年 那个 三万八 哈哈哈 这些 Couch bag 很多女人都不喜欢 因为要夹在 垃圾底 觉得很肉酸 哈哈哈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一下 那这套 它很厉害 那你说 还有没有 便宜一点 有 那还有个 两万八 哈哈哈 是有点便宜的 如果你 要 我都想帮大佬 出回慈善一分力 那你就可以去变一下 哈哈哈 哈哈 有些是高过股价的 其实它已经有些 就是因为慈善拍卖 有些已经是高过股价 你有几件东西 我看得到现在 是高过股价的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没所谓的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看的 你喜欢看就看 啊 啊 汤仔车就说皮大哥 以为是汤米 他叫皮大哥 名字汤米也是 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 皮大哥我经常都知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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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那 那 那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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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他已经是 古值的一倍了 其实就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你说 大佬去做这些 是不是要拨个名字 其实他也不需要 本来也很出名 是吧 那 比家超 是不是保永琴的珍藏 其实应该不是 因为呢 那些手袋很多都是新款一些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去看看那個款式是多少年款 保永琴走了很多年 你說是保永琴的話應該是不對的 加超我猜吧,不是啦,應該不是 也感謝Jason Tam你的支持 ET必須不要衝動,當然不要衝動 儘量不要衝動,但是有些人很賣 大家喜歡玩,可以玩一下 讚先生說以前政府建築,有些人建房子建築工程200萬 申報300萬,裡面會有一百萬非常貴的藝術版 這個其實在國內是有人做這些壞事的 藝術品的價值很難估計 有些人是用這些東西去賺錢的 其實全世界都有,我不是說只是大陸有 全世界都有人做這些東西 買一堆藝術品回來 接著就看看怎樣可以炒起那個價值 其實他們是有人做這些事情的 拖得車入保小小姐生前已經拍賣過她的袋子做磁線 我也不知道 強盛說都貼一下劉生的貴氣 你可以貼,是可以貼的 貼劉生貴氣都不用太貴 哈哈哈哈 當然阿蕭這樣貼當然沒有成本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這樣說也是沒有成本的 我們這樣說就看看手袋 但是也證明了一件事 有寫必有得,這個是真的 哈哈哈哈 W 吹吹又說 Dolly寶小姐又濕陣A4 我不知道 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情況是怎樣 就算有都應該是別人送給她的 我想是 哈哈哈哈 這套會不會是因為她年紀大又有病 免得將來搶呢 其實也不用的 我舉個例子為什麼說不用呢 其實她有collection的人很容易 她每一件物件 她在遺囑上寫清楚給誰便可以 其實很容易 如果不用人爭 她去遺囑寫清楚 找律師見證 那就可以了 我覺得大樓也是做善事的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我對她也是尊重的 當然我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有錢人他們 畫自己的personal space 就是畫一個很大的圈 這個我也說過 我沒必要拆她的鞋子 老老實實 她有些事情是很霸道 這個是真的 但是 你也要理解 有錢人他當然是覺得自己比較重要 其實現在她做善事 是不是大家都覺得她比較重要 那不就是大家都覺得比較重要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 我就說了 這些是有社必有得 是不是 那強盛就說 喂 劉先生是只有你一個兒子 那我不知道 這個 我當然不是劉先生的兒子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說 哈哈 這當然不關我的事 我們說話都是公道一點的 即是不會說劉先生是沒有社會地位的 如果你即是說這句 你就是騙你的受眾 其實就是 哈哈哈哈 好了 講到這裡 其實 這句花邊新聞講一點點 讓大家開心一下 那 喂 何苦 這些袋子用來帶兒媽筋 這樣 絕對不知道 喂 這些不同的 這筆是女人買包包 和男人買車的心態差不多 其實就是這樣 手袋是有機會升稅的 其實這個是真的 但是 當然 如果你買回來用 就沒得升水了 其實那個意實就是這樣 即是你買回來用 你用到會殘 這樣就沒得升 有些人又不是的 有些人用LV 他用個銀包用LV 很疼著來用的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即是如果你要很疼著來用一件東西 令到它升水 你買一個很便宜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那塊東西 會升水的 你這樣就放在家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用搞那麼多 對吧 但是不是的 有些人就 有他們的操作 即是每個人的操作不同 那 强盛說有沒有樓山用那些包包 那樓山用什麼包包 我不知道 那麼 那 其實 他有 多少個兒子 多少個女兒 這些 說真的 不想理 他家裡的事 不想理 他對社會是否做一些比較好的事 如果他是好像中文部分的說 即是蘇富比的網站 中文部分的說 全部捐出去做慈善 這個一定要二列股象 如果他說好像英文說的部分收益 這個部分要看幾大部分 如果要扣除成本我覺得沒所謂 但是我相信大樓不會那麼小器 他不會說要扣除成本才做慈善用途 如果大樓聽得到記得叫蘇富菲改回 所有的收益都會拿去慈善用途 因為現在英文跟中文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英文是說部分收益 中文沒有說是部分還是全部 但是給人的感覺就是全部收益會拿去做慈善 不是夾大樓上馬還是什麼 不用的 我相信劉先生這麼闊老 他一定會拿去做慈善 老實說他千多萬跌也跌了 他的手袋現在是值千多萬 估值是 是不是 他有什麼理由這麼小器 要扣除成本 才捐去做慈善 是不是 他跌都跌了一千萬 是不是 這些是稅銀來的 對他來說 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是大方的 我認為中文說的我認為是對的 英文說的我認為不是 好了 C Ken說我有親戚用LV袋 但是他擺在一個膠袋裡 怕被人打劫 那麼怕你用來做什麼 結果是為自己增添很多精神負擔 沒有意思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好了 那 拖得車就是蘇虎比要抽涌 那 蘇虎比要抽涌 說真的 這就是蘇虎比的事 是不是 但是這些都是PART of the process 是不是 好了 算了 講到這裡 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其他話題 就算了 你不要再說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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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可以做的 by bwd6 by bwd6